很快我們去看第二個 第二個我們要問 第一個我們問了 彼得已經告訴我們 你們 彼得武說 你作為教務同工 你才是君尊的祭司 你才是屬臣的子民 彼得說 你們就是指當時一班信徒 沒有分他們是教務 沒有分他們是平信徒 大家都明白 所以信徒每一個 當我們說全民的使命的時候 他們每一個都是有使命 是有招命 第二個我們要問 他們在哪裏 你們要服侍呢 所以我進入師生 這本書十三章的時候 這段經文很有意義 這裡講到耶穌 他是進入自聖所裏面 做宿罪祭 但伸促的體 卻在營外宵吊 然後十三章十二節 耶穌也在城門外受苦 為要用自己的血 使百姓成城 而十三節怎麼說 這樣 我們也當走出營外 這句說話是有他的 象徵實學的意義 你要去看一些聖經書 第二就是 希伯來書的作者 提醒我們不是在裡面 因為當時他創的觀念 有一種聖族之分 裡面 在聖所裏面 就是神聖的了 出到營外 那些是污蔚的 那些是不乾淨的 但耶穌基督 當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已經將聖族這種傳統的觀念 打破了 他的意思是 耶穌基督在哪裏 其實我作者有說 哪裏就是聖的了 耶穌基督在營外 於是營外這個地方 怎樣 都已經是分別為聖 所以當你是和耶穌基督 有這個緊密的關係的時候 你去到哪個場所工作 那個地方 都已經是分別為聖 就是這個觀念 所以今天當我來講的時候 我就是重新思想 我最近都寫了一些文章 前幾個星期你上網可以看到 都是用這個圖的 這個圖有很多意思 所以這個圖已經說明了 我的教會觀是怎樣 傳統的教會觀就是這個 我相信大家明白 但今天我的教會觀是這個 這個教會觀 就是一個所謂missional church 就是一個使命教會 當然也不知道刻意說什麼使命教會 教會應該是這樣 就是每一個信徒是祭師 他是去到世界裏面做見證 今天我們教會的失敗 大家看到社會裏面很多 達官貴人自稱是基督徒 不過出來你看到Facebook 看看一些輿論 對於這些所謂 自稱基督徒的反應是怎樣 大部分都是惡評 不是劣評 不是好評如潮 是劣評如潮 為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 我作為牧者 我都需要悔改 就是因為我們的教導出了問題 我們教導出了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教導他 回到唐會裏面做好人 沒有教導他們在世界裏面 在外面工作的世界裏面 怎樣去行事 這個就是我們那一局的問題 我們只懂得教他 你去到你的工作間裏面全福間 讀了一尾 但是沒有教他怎樣做人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重申 去學習 所以我文章裏面這樣說 如果我們只是教信徒 是回到唐會履行使命 這個是不足夠 唐會的功能 只是在於彼此結業 互相激勵共同崇拜 教會的教導是幫助信徒 怎樣在世界裏面 活得像耶穌基督 而不是只用另一套信仰語言 使得信徒會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 宗教圈子裏面 所以今天我們看得到就是 我們永遠改變不到世界 單單回教會 那些說是讓教會成為教會 是一個口號 但是我們就是當信徒 他真的能夠在職場裏面 來產生那種影響力 所以已經不是 I go to church 是一種消費式的教會 而去那種所謂missional church 就是I am the church 我是教會一份子 當他在銀行上班的時候 當他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時候 當他在街市裏面去賣魚的時候 他就代表了教會 這個我們需要重新教導 很快我們看第三 第三他們獻了一個什麼的祭 伊伯良文書都說得很清楚 他們獻的就是什麼 就是宣認他名的人嘴唇所結的果子 然後第四六節就說 不可忘記行善和分享 這樣的祭物是神所起義的 所以我們看在教約裡面都是 教約的憲制不是單單是上帝所起義 上帝都起義他們什麼 他們是能夠去幫助那些孤兒寡婦 他們都能夠去伸張公義 所以用回教約到伸張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個vocation是很重要的 是讓他們知道如何在工作的場景裏面 獻出上帝所列立的祭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重新去教導信徒 他能夠講真話 他能夠保持他的正直良善的心 而且在工作間裏面人們看得到 他就是一個屬神的義女 所以今天我們每一個信徒 他有一種有批判有耕耘的做人態度 於是能夠在工作和生活裏面 要重新展示上帝國度的秩序和榮美 所以今天我們要打造空間 不是將上帝只是關閉在堂會的世界以來 而是怎樣去裝備信徒 可以自信無愧的走進世界裏面 是有忠信的臨在去發揮他的影響力 Faithful blessings Faithful blessings的意思是說 不是他一定成功 可能在工作上他不成功 不過在工作裏面 他能夠活出美好的見證 所以剛才兩位都說了 特別是 斯陸林浦先生和梁美英牧師 都分別說了passion和朝鳴的關係 我很喜歡這位的 他同事是作者 也是一位牧師 就是Frederick Puchner 所說 他是神呼召我們服侍的場景 就是你自身的喜悅 就是你最有passion 就是剛才斯陸林浦所說的第一個P 你最有passion所做的事 然後是配合你的才能 以與世界的渴求是彼此的結言 當你能夠去撕倒的時候 咦 是不是那些人 他就繼續享受他的工作 好像我小孩 他畢業到現在 他也是一個自顧人士 又是因為他喜歡做 他創作的那類的工作 是嗎 他做甚麼工作 我做父母的 我從來沒有意見 他喜歡做甚麼工作 是嗎 開場的時候 我和師傅都說 第一 畢業 他自顧人士 可以嗎 那不要理會 他就結婚 又生了女兒 他也是自顧到現在 搞了點兩餐 他又妻活兒 我不管他了 這個做父母的想怎樣 所以這個就是甚麼 今天我們是需要 來讓年輕人 去發揮他們的passion 他喜歡做哪類的工作 就做哪類的工作 所以我會這樣看 他在信徒為祭師 人人做神學 每一個信徒在他處境裏面 他今天都認識一些 成年的父母 他有個兒子 剛剛今年DSE 放了網 然後他就說 我很有興趣學廚 差點去讀甚麼 處去學校 不過他就去 入讀大學 他做廚都是好的 不是一件壞事 現在有些年輕人 喜歡煮東西 當他有個大學位 我都會鼓勵大學 基本上的 你英文至少好些 你將來去法國 或者去哪個地方 學廚 那個成績會更加好 等等 所以今天我們是 每一個不同的人 他都可以在他的處境裏 做神學反省 是吧 下面 大家都認識這個狼人 是吧 Hugh Jackman Hugh Jackman 這樣說 當我去演戲的時候 我感覺上帝喜悅 我這樣做 是吧 是吧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職場 就是PASSION 和他個人的結合 或者另一位留進圖 是吧 他是作為新聞工作者 是吧 他是 在眾新聞裏面 是吧 他和一班有志的人士 是怎樣在他的GIP裏面 去反映他的PASSION 和照明 另一位 最近大家都有看他的 就是羅恩惠導演 《消失的檔案》 講這個六七暴動 是吧 這些人是吧 這些就是他有PASSION 以致他能夠和他的工作 彼此結連 今天我們就需要多些 來去肯定和欣賞 這些信徒在不同界別裏面 所做的見證 所以你們有一點講過 我們教訓就在十月份 在十月十四日 就有一個信徒佳製司的研討會 這次我們主要會講 三個界別 就是醫療界 教育界 和社福界 因為這三個界別 在教會裏面的信徒 是有不少的 我們就希望藉著這個聚會 為這些界別的信徒打打氣 讓他們知道 無論是醫療界的 做社福界的 做教界的 他們的工作 就是在實踐著祭司的使命 他們做得好 還有一個良心教師 或者一個做得好的社工 在他的服事裏面 已經在表達著 耶穌基督臨在那個見證 對 谢谢大家